这片大家也开始规划怎么跨年了 为了迎接2015年的跨年晚会 台北捷运公司总动员工作人员组成了朝天团 要以动感趣味的方式来指挥民众进出 捷运公司今年跨年投入了1600位的工作人员 捷运也将会42个小时不打烊 穿上道具服由捷运公司员工组成了朝天团 以斗趣装扮准备要在跨年晚会后 肩负疏导人潮的重责大任 捷运公司同时喊出分线搭乘三线离场的小配布 北市跨年晚会12月31日即将登场 而台北捷运今年加入松山县 预估运量可能会超越去年的275多万人次 松山县也通车之后 我们预估人潮还会再增加 那台北捷运公司是全员总动员 动员了1600人力 而且我们的列车都准备妥当 会在当天会来做全力的输运旅客 跨年当天台北捷运不收班 马拉松营运42小时 也借一民众最好分淡水 板南县搭乘 板南淡水新义 松山新电县三线离场 分流疏解人潮也避免拥塞 记者潘明有吴平一 台北报